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下午要做直播的車款是賓4 W205 那這台車大概在上個月左右 我也忘記在哪裡直播 反正就上個月有直播過 但上個月的那台車款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這台賓是它所四輪驅動的版本 它是叫4MATIC 但是都是跟BMW的X-Drive都是一樣 都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這個世代的四輪驅動的版本 它的底盤是不共用的 205的它前一個世代 204的話它前面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當改成205之後呢 它前面已經改成雙A倍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懸吊系統算是一個有提升有要的系統 那它的懸吊系統跟前一個世代到底有哪裡差異 我們先來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今天要改裝的 這版本呢是KD的道路版 那不論是道路版也好 機器版也好 或者是氮氣品也好 全部都是鼠尼 就是軟硬可以調整 那高低的話也都能調整 那這台車前面的我們配置的 這台是2015年的C300 那其實這個世代的C300 一般如果還是停留在之前的W204的世代 會以為是3000cc的引擎 但是這個世代呢 已經變成是2000cc的波輪進氣的引擎 那在節能上或者是動力反應上呢 都會比204的話還要來得好 那這一台的動力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大概是240幾匹的 這個是目前2000cc左右的一個引擎 波輪引擎的動力輸出的一個歐溪車的一個水平 那今天 道路版本的話 我們配置了200長12公斤 那它的雙A懸吊 在這個地方 下面的話 鏡頭帶過來一點 它下面的避震器 它的比較特殊 這個腳管 我們需要開附這個模具 它的好像一個拐杖的形狀 這個形狀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閃避這個傳動走 所以它的形狀呢 是比較特殊的 那這個我們KT呢 專程開了模具 來給這個車使用 但不只是這個車使用這樣的一個零件 像是之前有直播過的車款 賓士的GLC 小休旅車呢 也是用這樣的零件 所以它的零件的話 在賓士W205的四輪驅動 還有GLC的一個車款呢 也都是用這樣的零件 所以它的前面的零件呢 算是一個賓士 後來我們為了這台車 所專用的一個規格 那它前面雙A懸吊 的車高調整 是靠桶身的長短來做調整 所以前面的車高調整其實還蠻方便 那它的上座設計呢 我們有附一個上座 所以不需要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但是後面就不同了 後避震器的上座 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我們來看一下避震器的上部 再做一個阻尼調整的部分 是在上面 這個是兩間CC的引擎 那避震器的上部呢 在這裡有一個室蓋 這個室蓋打開之後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所以軟硬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還有一個上座是在這裡 那車高的調整當然是靠 剛剛提到過的桶身 那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KD所使用的用料 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 我們所使用的主民友 是義大利 一整桶義大利進口的IP的主民友 IP的主民友 有幾個厲害的地方 第一個 它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油品 並不是受選來台灣這座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在單價上的話就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它的總總表現的話相當的不錯 如果有其大型重機啊 義大利有一個很知名的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它的前叉指定用油 跟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呢 就是使用義大利IP的主民友 那像油封部分的話 是攸關到避震器的壽命 所以油封的選擇也非常的重要 那油封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整體的用料表現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這是前面的部分 車主也有改了 這個應該是19吋的 19吋的話 它原廠的鋁圈也是一個前後配的規格 前面的話 2353519 那後面的話 是2653019 是一個前後配的規格 而且這個輪胎呢 車主非常的愛車 這個輪胎也是PS4S 算是米其林當今的一個性輪胎的 算是還蠻均衡的一個表現的輪胎 前一個世代的PSS 我自己用的話 也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這個是底盤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有一邊已經安裝好了 這一台是AMG的版本喔 所以它有很漂亮的大包 而且它原廠的車高 這個是AMG版本的水箱護罩 那它本來的車高呢 就比一般的版本 還要來的略低一點點 原廠的話 大概前面只有35 後面的話大概是30半 但今天的話 車主有要求要略降低一點點 前面的話 我們設定會大概是10半左右 後面的話大概是1至2至5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這樣會念光嗎 來這邊 我們在介紹後面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那原廠的避震器 它前面算是一個雙A貝的懸吊系統 所以前面上座KT的話 就有一個上座了 而且羅帽的規格 因為KT的羅帽規格 牙距是PG1.25的 跟它的牙距不同 所以需要把羅帽呢 換成我們所附的規格 它這組懸吊系統 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來做一下介紹 譬如說一般我們降冷素 早上如果看過直播的車友 就可以看到早上的車是Fiesta Fiesta那支的後面阻泥已經壞掉了 這支的話 這支的阻泥其實還很新 而且我們測試起來 沒有用測試機 就單純用經驗來用手壓的話 就可以發現到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正常的話我們把阻泥筒往下壓的話 它會回彈上來 但是這個賓士W205系列 一般的車主 如果在台灣的車主 很多車友都會反應說 乘坐起來的感覺不好做 那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台車 在台灣的道路狀況會不好做 其實它是很棒的避震器 它的阻泥呢 大過於彈簧的公斤數 一般我們會稱之為Over Damping 就是這個阻泥做的比較強 它像這樣的阻泥設計呢 會在跑出一些的車系 或者是一些超跑車 會常常看到這樣的阻泥設計 甚至是比較高階的一些阻泥 比較高階的一些避震器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阻泥設計 好 我們把阻泥往下壓 你看我的體重的話 不太有辦法下壓 所以它的主名詞是做得非常非常強 那這樣的主名詞 如果在國外的道路 我們講在德國 道路非常的平常 或者在日本 那這樣的主名詞是非常的棒 所以這台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180時速 220以上的時速呢 我相信原廠的避震器是非常的不錯的 但是台灣的道路品質 大家都知道不是很好 所以在第一次的時候 這樣的Over Damping的設計 會讓車主帶來的感覺是覺得太癲了 低速的時候太癲了 那KT的話 就有改進這樣的缺點 所以其實這一套的避震器呢 改了KT之後 W205的車款 改了KT的避震器之後 低速的話 反倒呢 會比原廠還要來得更舒適一些 因為KT的主名並沒有做得那麼強 但是KT的主名是可調的啊 如果覺得不夠的時候 也可以來做調整 好 那這個就是KT可調的地方 它後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 它在上座的下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就是在調整阻鈕的部分 這個就是在調整阻鈕的部分 往順時針的方向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那後面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 上方有一個Hilo key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台車降到最低大概是輪胎的上圓到葉子板 剩下大概半指指左右降到最低啦 那最高的話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是很寬的齁 好 這個是我們所附的防塵套 這個是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這些都是為了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的後面 這個是AMG的大包 是四出 外觀是一個四出的一個台車 這個就是賓士Dromatic 四輪驅動的版本 可以從logo上面來看到 那這一台W200 它還有更大馬力輸出的版本 應該是最大的應該叫七六三二十五到五百多幣 所以喜歡動力喜歡底盤 它分別有不同的底盤設計 有二輪驅動四輪驅動 所以整體上來說 我只是在國際上的銷售非常好 在台灣也非常棒 那如果剛好是開這台車的車友 你有需要要做試乘也好 或者是有需要介紹的方法 謝謝 謝謝